在現在這個生意越來越難做 物價越來越高漲的環境下 我的人生未來到底在哪啊 你的心聲馬可哥聽到了 就讓我分享一個事業備胎 零成本網路創業 又可以直接經營海外市場 尤其是中國大陸 只要手機 只要電腦 你準備好了嗎 大家好我是Mar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內容就是 愛多美是否適合成為你的事業備胎呢 不管你今天是一般的上班族 還是你是在做生意經商的朋友 如果你有想額外增加一些零用錢 讓自己每個月多個幾千塊 甚至是幾萬塊的收入 今天有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幾乎零成本零風險的事業 還可以無條件直接經營海外市場 而且不給你業績壓力 你會好奇嗎 蛤不給業績壓力 這公司還可以賺錢嗎 當然 重點是東西好用 消費者自然會回購 就像去各大賣場一樣啊 所以 如果你想讓愛多美成為你的事業備胎 只是你要拿出時間 可能在你下班之後 也可能在你在做其他事情的當下 可以順便開發 想知道怎麼開發嗎 我教你 隨著時間的累積 愛多美這個工具 才會產生它的價值 而且是越來越有價值哦 只要你有心 就處處有機會 接下來我就要告訴你 愛多美堅持與一般堅持的差異 好那直接用頭影片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其實呢堅持的目的 當然就是想要擁有一份額外的收入嘛 那愛多美的堅持與一般的堅持 最大的差異就在收入結構的不一樣 就像下面這個三角形 這三個三角形 中間這個藍色的三角形 也就是你所支出的時間 就是藍色的三角形 那左邊這個綠色的三角形 就是一般的工作 再加上呢 如果你想要額外一般的堅持的收入結構 這個綠色三角形 那最右邊的 最右邊這個倒三角形 比較特別這個三角形呢 粉紅色三角形 就是愛多美堅持的收入結構哦 好那一般工作就是所謂的8小時嘛 我們現在看一般工作8小時 那你一般就是會有一定固定的薪水 就是像是黑色這個時限一樣 那假設這個黑色時限呢 是5萬塊一般你工作8小時 所翻到的薪水是5萬塊 所以這時間越高呢 你可能來到了 你的支持越高 所以你來到了可能8萬 8萬塊收入 所以是下面這條線 好以此類推 所以收入的高低就是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今天額外的除了上班之外 額外還要想要增加一份額外的收入的時候 有的人可能會選擇一般的堅持 就是下班再去做其他事情 或是一份堅持多多長 很多的猜物這樣 堅猜嘛 所以就是像綠色這條線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額外的一般的堅持收入的話 我就是額外要支配在更多的時間 所以不只8小時喔 我下班還要再去工作 當然呢 我的收入就會像這樣子 這個虛線 也就是這個綠色的虛線 就是我收入就是會變多一定的嘛 因為我花更多的時間 那我的收入就會變更高 所以我不只白天的收入 我還額外堅持 所以就是來到綠色這條線 好那愛多美的堅持 就是收入結構的不一樣喔 為什麼 因為你在建構系統 好那如果你去看愛多美獎金制度的話 你就知道愛多美其實是在做組織行銷 他其實就是在建構系統 建構你的系統 透過組織行銷的方式來分紅 好所以呢 就像這邊一樣 剛開始你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好你下班之後 你可能還會花比較多時間去 建構你的系統 那愛多美開始的時候收入並不多 收入比較少 所以你花了比較多時間 那收入呢 剛開始 剛開始是比較少的 但是隨著實踐你的組織越見越大 甚至你組織底下的夥伴 也是開始在不停的建立組織 因為大家就是互助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所花的時間會越來越少 所以就來到了紅色這邊 你所花的時間越來越少 但是你的收入是倍增的 好所以其實就像是 右邊這個財務自由曲線一樣 剛開始呢 一樣你剛開始準備 所花的時間比較多 但是你的收入其實不明顯的看不出來 隨著時間越來越多 他只收入越來越高 然後最後就反力倍增 所以其實就像這個倒三角形一樣 好如果你白天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白天花8小時的時間上班 有一份穩定的收入的話 如果你額外還要想要多賺點錢 然後額外想要增加一點收入的話 那我個人還蠻建議 還蠻推薦愛多美堅持的收入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白天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那愛多美剛開始雖然花時間比較多 那雖然呢在收入方面呢稍微比較少 但是隨著時間你的組織型倍增 愛多美開幕國家越多的時候呢 你的收入是隨著時間而反力倍增的 也就是你到後面你花的時間越少 那你還會有更多的收入這樣子 而且愛多美的收入呢 是當你到退休之後 當你沒有工作的時候 還會持續有的收入 所以它也是一個被動式的收入哦 好那投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最後你是否看懂愛多美這個商機了呢 未來只要當你在愛多美 有一個穩定性持續性的年金式收入 你的人生是不是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呢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拜拜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